Co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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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字呢 E在一個字的字位呢 不當一個音節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字呢 只有一個母音 O 那這邊的O呢 我們就發O的音 C發K 所以整個字我們念成 Cone Cone 那Cone這個字呢 是屬於一個可數名詞 A就是我們所謂的甜筒 那其實這個Cone這個字呢 除了可以當作甜筒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A就是所謂的圓錐狀的東西 我們就叫做Cone 來我們看看一些圖片好了 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叫做Cone 只要是圓錐形的 我們就叫做Cone 像我們有時候呢 在路邊呢 有在施工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呢 工程人員在路邊 擺了很多的這些Cone 那我們知道 這個叫做Ice Cream Cone 就是所謂的那個 冰淇淋的甜筒 這個我們也叫做Cone OK 好 所以我們再回過頭來 看看我們這個 英文的解釋 什麼叫做Cone呢 A thin baked cup-like cookie Used to hold ice cream 他說呢 A thin thin baked 這個thin就是薄薄的 Baked就是被烤出來的 如果你們吃過甜筒 應該都知道 薄的被烤的 Cup-like 像一個杯子一樣的Cookie 那是所謂一種餅乾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你們吃過最到底的冰淇淋 的話 你知道那甜筒器 它是一個餅乾 對不對 它這個餅乾的used 這邊的used 特別要提醒同學的 它是一個PP 過去分尺表被動 它是被用來做什麼事情 hold 握住 來盛 盛什麼東西 來放什麼呢 放冰淇淋的 那這個東西 我們就叫做Cone 來我們來聽一下我們的例句 Jimmy preferred having ice cream in a cone rather than in a dish 好 Jimmy preferred having ice cream in a cone rather than in a dish prefer 好 這邊這個字的意思呢 就叫喜歡 比較喜歡什麼 那prefer 這個字呢 來幫同學稍微做一個整理 prefer 這個字 我們後面可以直接接動名詞 好 它也可以等於 我們除了可以用動名詞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用所謂的不定詞 兩個都可以 我們的意思呢 就是叫喜歡什麼什麼東西 我們英文念成prefer 好 所以在這邊呢 Jimmy prefer having 那having在這邊呢 是吃 吃東西的吃 他比較喜歡吃 吃什麼呢 所以這邊的have 把e去掉加上ing Jimmy呢 比較喜歡吃冰淇淋在什麼地方吃呢 來各位這邊有沒有看到 in a cone 把它放在所謂的甜筒裡頭來吃 in a cone 那這邊呢 就遇到了一個我們之前呢 有看到的類似的用法 叫做 rather than 我們之前曾經講過 所謂的 would rather a than b 那這時候的 a 跟 b 要放原型動詞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than 是一個對等連接詞 所以前後都要放一個同樣的詞類 那因為 would rather 它是一個助動詞 所以後面接原型動詞 所以相對的 than 後面要接原型動詞 那在這邊呢 rather 它變成兩個字放在一起 它變成一個對的連接詞 所以它前後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前後所放的東西 是要一樣的 這邊放的就是介系詞片語 看到了嗎 好 所以呢 他比較喜歡吃冰淇淋 放在什麼地方的冰淇淋呢 放在甜筒裡面的 rather than 這邊我們就翻成而不 而不是呢 放在一個碟子裡頭的 我們知道有人吃冰淇淋 喜歡放甜筒 有的人比較喜歡放在盤子直接吃 好 所以呢 這個字我們就唸成 空 名詞 甜筒 追撞物 散碟子 瞬間 逐步 感谢观看